你又爱上叹气的做什么 我想灵溪了 我也想她了 花言 你说灵溪有没有可能在凡间啊 凡间 对啊 别的神仙犯错 不都是抽了筋骨再入天道 最后打入凡间的吗 灵溪很有可能是在凡间啊 别的神仙犯错是被打入洗仙池 洗去仙谷 脱了仙籍做回凡人 可灵溪是在紫云台上被神尊一箭刺死的 你有听过谁被昆雾剑刺死 还能天道往复的吗 这神尊真是够狠的 平日里见她挺喜欢灵溪的 怎么说啥就啥了 你别乱说 我看神尊心里也挺难受的 但是她是战神 身负守卫六界之责 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都怪那个袁童 要不是因为她 灵溪的事也不可能被别人知道 她还嫁祸给青瑶一关 还害死了灵溪的爹爹 真是个心思怠毒的女人 谁说不是 她害了那么多人 结果没关几天 竟在紫瑶塔里立了宫 被放了出来 真是好人不偿命 祸害万万年 灵溪死了 她却好好地活着 真是不公平 她也没落得什么好 勒伯一仙行医数万年 枝交满天下 她害死了勒伯一仙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她确实不应该有什么好下场 nice 上市好些了吗 无妨 远头 天宫已经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 你又何必强行留在这儿呢 不如跟我回东海吧 你我早已定了婚约 虽然你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是如今已经 雨过天晴都过去了 我们还有机会 跟我走吧 原家落到今日的地步 那东海水军 还认这门亲吗 当然 这么多年 我的心思从来就没有变过 我父亲也是知道的 再说 我根本就不在意那些 你应该明白我 你还是早日回东海吧 原头 给我滚吹 十三仙子 杜将军 不知十三仙子这次来有何事啊 心情不好 来找你的女人切磋一下 现在可真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赶到本仙面前来锅造 我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我是条鱼 灵溪是只鸟 而你是个畜生 我们三个清算恩怨刚好 十三仙子 话说得不要太过分 你为灵溪来寻仇 没错 神尊知道你来吗 神尊听到你的名字 怕是都觉得恶心 你当我会拿这事去烦他老人家 原头 废话少说 敢不敢打 原尊虽说是入了魔 但好歹是条有血性的汉子 他死了以后 你们原家 果真就剩下了一群窝囊废 怪不得败得这么快 不许你提我兄长的名讳 生气了 你不许我提 我偏要提 你们原家自上古以来 便守护六界 跟随历代天帝南征辈 每战何等荣光 到你们兄妹这一代 心术不正 被魔所获 害死同了也就罢了 你比你那兄长更加不堪 胆小怕事 阴险毒辣 心思龌龊 把你们先祖的脸 都丢尽了吧 动手吧 两位 有话好好说 我们两个的事 跟你无关